嗨,各位伙伴,你们好呀 零零经营频道也已经7个月了哦 也从一个完全不会剪片的素人新手 变成一个小小YouTuber了哦 那有伙伴对零零经营频道 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感兴趣的吗 今天零零就来做一集频道相关的影片 从频道创立到开启YT营收的过程 并公开零零玩游戏的频道收入数据哦 后面还有大家每天都催我的家好友活动哦 这集影片有点长 如果只是想了解如何家好友的伙伴们 请按章节直接跳看到家好友的部分哦 零零是在2023年4月20日时 上传第一部天天玩乐园影片 那时本来只是想要上传钓到大鱼而已 频道订阅人数更是只有几十个而几 影片也是只有零星的几个人在看 距离YT而要求的4000小时观看及1000订阅 简直是遥不可及 不过后来发现好多看到影片的伙伴会来游戏找我 觉得真的还蛮有趣的 之后又开始上传更多的钓鱼影片 随着不断的上传一系列的影片后 订阅人数也每天慢慢的在增加 历经两个月后终于在2023年6月24日 频道订阅人数来到500人 灵灵也没想到会有500订阅的时候 500订阅后灵灵是有偷懒一阵子 上片是有一天没一天的就没之前那么勤劳了 因为灵灵觉得500订阅只是侥幸 不太可能会达到1000订阅 但是没想到2023年9月2日 频道订阅就来到1000订阅了呢 终于符合YT要求的4000小时观看及1000订阅 灵灵于2023年9月5日通过YT合作伙伴申请 从经营频道开始到开启营收 灵灵总共花了4个月多的时间 在经营频道7个月的时间里 总共制作了197个影片了哦 那从频道9月符合YT合作伙伴后 每个月到底可以领到多少钱钱呢 灵灵先给大家来看看影片数据一下 等等做比较时 伙伴们就有概念这样的投资报酬率好不好 首先目前订阅人数是1722 再来是影片观看数据 以最近这几期的数据来看 长片观看次数大概在500到1500 短片观看次数大概在3000到亿万 之前做钓鱼系列的影片观看量就更高了 不过伙伴都知道钓鱼是最花时间的 灵灵现在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玩 就不太拍钓鱼了 一部长影片动辄要花2到5小时拍片 配音上字幕加效果做缩图 有时铃铃一部片是花了2到3天才做好 好了那伙伴们对影片观看量 极致片时间有概念的话 那就来公布收入数据咯 铃铃用手机版界面来跟伙伴介绍 手机版界面也是可以看到 订阅人数 每支影片的观看数据等详细资料 那来看看营收吧 009月份的营收是21.41美元 10月份是32.42美元 如果再加上这个月还没产生的收益 5.81美元 00在开通盈利的两个月共赚了59.64美元哦 那依现在美金与台币汇率大约32元 来算看看00经营频道两个月赚了多少 算一算平均一个月赚了1000元台币哦 而且YT规定是要满100美元才能领得出来 00可能还要好几个月才能领出来 脚脚天天会员费 不过00制作频道单纯只是喜欢学习制作影片 虽然收入不高 但却学到很多东西哦 接下来是加好友活动办法 之前刚开始 00也有看到一些频道主在办加好友 那时还不明白为什么加好友还要办活动来加 之后等好友名单爆了 还有一堆人要来申请好友 才知道为什么会有抽好友这个东西 00是第一次办抽好友活动 应该也会是最后一次办抽好友活动 除了因为好友名单一直都是满的之外 还有一些是以前一起玩退优 舍不得删掉的朋友 所以很难再加新的好友 真的想跟00当好友的 记得要参加这次影片留言抽好友活动哦 这次抽好友 没有特别要求一定要公开简式订阅 有没有订阅00的频道 都是可以参加抽好友哦 00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希望公开自己订阅频道 让大家知道 所以不需要设置公开简式订阅哦 留言方式 1.1700订阅抽好友活动 2.天天游戏人物名称 活动期间请勿改名 避免无法确认失去资格哦 抽好友名额 10名 活动实程 留言截止日 影片发布日起至2023年11月20日23点59分 之后会以影片再发布抽到好友名单 加好友截止日2023年11月26 23点59分之 于时不后 那这集影片就到这里了哦 喜欢00玩游戏的伙伴们 别忘了点点关注 订阅与支持 支付 实际上 留意 祝你 按赞 雅 晚上 吃 鸡 雅 诺